字幕志愿者 各位早安 今天是六月五日星期四 歡迎室湯港早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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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情況如何? 今天大致天情 但是早上各地區有驟雨 日間天氣炎熱 市區氣溫大約是32度 新界會再高一兩度 風勢方面 最輕微至和湾南 至西南風 未來一兩日 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 亦都有幾陣驟雨 下星期初驟雨逐漸增多 看看今早的新聞題杨 支聯會說有破紀錄的18萬人 參加六四晚會 警方說有99500人 七國風會在比利時舉行 商討進一步制裁俄羅斯 兩支世界盃決賽州頭隊 對五系鐵熱身材 英格蘭比厄瓜多而不和 詳細內容 支聯會在維園舉行六四二十五週年燭光晚會 達會說有十八萬人參加 打破歷年紀錄 警方說高峰期有九萬九千五百人 25年過去堅持的燭光仍然招亮為軟 大會一邊讀出六四願難者的名字 一邊步向民主烈士紀念碑獻花慈愛 願民主中國早日來臨 參與晚會人士為二十五年前 爭取民主中國而犧牲的同胞落淚 支聯會主席李卓仁和年輕人 共同燃點火具 無聞六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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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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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二十五年來 香港人仍然繼續關注 中國鎮壓八九民運之後 不斷加強的壓制異見者 我們要為所有的生者和死者立喊 晚會期間播放了多位民運人士的講話 有家長帶了小孩來到 希望可以深火相傳 我相信歷史一定會平凡 只是時間問題 如果我再生的年代 他不平凡 我兒子會繼續要求平凡 如果我兒子的年代也不平凡 我兒子會繼續要他平凡 這是我的期望 有來自廣東的內地旅客就說 兩年前才知道發生過六四事件 今年特地來到感謝香港人 過去二十五年來的堅持 只能上百度 那個六四的自信什麼都沒有 然後我兩年前才翻牆才知道這回事 所以我覺得 我知道你們香港人每一年 他都會執行這個活動 所以我覺得我很感動 所以我今年就一定要過來這邊 而內地維權律師騰彪說 香港仍然是中國民主運動 最重要的地方 沒有大陸的民主化 香港人不會有真正的普選 香港現在有的新聞自由 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和其他自由也會被慢慢地奪走 參與晚會的學聯 就希望為六四二十五周年賦予新的熱言 現在是香港人 其實正好像當年八九年的中國人一樣 都面對著自由民主被奪去的威脅 當年北京學生他們公民抗命 佔領天安門 和今天香港人提倡佔領中環 難道不是都在身懷著同一個理想 實踐同一個行動 抗擊同一個政權 支聯會說 參與燭光晚會的人數破了紀錄 我們今晚的人數 是比過去任何一年都是多的 好… 今晚有超過18萬人 好… 我們看到很多年輕的朋友 很多內地來的朋友 證明我們這條路一直走下去 會越走越多人 直到建築日到專政 專政倒台為止 支聯會主席李卓仁華 雖然六四十幾發生已經四分一世紀 但希望香港市民 可以像今年集會的主題一樣 繼續堅持下去 每年都將力量集中 在維園這裡 表達平反六四的訴求 在現在一黨專政 維園六四晚會結束之後 學聯和社民連等的成員 遊行至到西區中聯辦抗議 一班學聯和社民連等的成員 在晚上十點半 打算由維園出發 去到中聯辦請願 警方在軒尼斯道 阻止示威者前進 原因是團體沒有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和遊行人數超過三十人 示威者衝過軒尼斯道 警方再包圍示威者 並發出警告 軒尼斯道西行一條行車線一度受阻 之後雙方協商 示威者願意行行人路 警方最後放行 並且沿途用封鎖線圍住遊行人士 防止他們衝出馬路 遊行隊伍沿逼斯道 遊行隊伍沿逼斯道 得輔道中 在凌晨大約兩點鐘到達中聯辦 警察一代主張 部份人士向中聯辦殺溪前 又在門前燒香足勉強 投稿政權為周迫 學聯說由於不認同公安條例 所以不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又批評警方阻撓他們去中聯辦請願 如果警方不介意阻撓的話 本身遊行可以很順利 也可以很快地完成 內閣警方不知為何無端端 是要令到遊行人士在幾個地方 都要白等 可能十幾分鐘以至二十幾分鐘 這些都是不合理的情況 示威者大約在凌晨三點多散去 無線電視記者林志豪報導 解學聯遊行去中聯辦 走至灣仔的時候 有電視台的攝影師 在遊行隊伍前方 懷疑因為拍攝問題 和在場警員發生碰撞 攝影師跌落地 警方說當時他們處理 一個衝出馬路的男人 他和警方推撞 他試驗阻撞辦公 其家個攝影師跌到地下 覺得不舒服 之後有救護車送院 投訴警察庫 也主動派員到醫院了解事件 有團體在維園外擺街站 希望市民多角度了解六四事件 團體外港之聲在天后港鐵站外 播放自行剪輯的六四短片 包括事件的起因和過程 說事件中不單只有學生受傷 不少軍人也受傷 呼籲市民放下包袱 釋懷向前 期間有人手持 龍思琦的市民和他們分咬 分滿團體歪曲歷史 淡化當局在事件中的責任 也要求平反六四市民 和外港之聲的成立對馬 其中一個市民指馬警員 警方勸他離開但他不肯 警員指他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將他鎖上手扣帶走 一連兩日的七國集團峰會 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 俄羅斯因為在烏克蘭行動受到杯葛 缺席峰會 各國亦都商討可能會進一步制裁俄國